再来看其他消息 在全球政治局势不明朗和依赖外贸产业的区域需求放缓的情况下 我国今年第一季的商业乐观指数下滑至1.11个百分点 是两年来的第二低点 新加坡商务信贷资料中心的报告显示 这个季度的指数同上个季度相比下滑了9.68个百分点 同年比则下滑了约12个百分点 在衡量商业乐观指数的6个指标中 有3个指标处于萎缩状态 它们分别是销量 净利和新订单 另一方面 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则在积极的聘请人手 促使雇佣乐观指标保持强劲 另外两个指标 库存量和销售价也处于扩张趋势 报告也显示 在所有产业中 服务业和农业前景最为乐观 报告预计会有更多企业维持现有 在海内外的业务扩展投资水平 报告认为 本地企业不削减投资是个好现象 并估计 企业会将投资转向提高生产力 例如提升职员技能或机器和资本设备 检查看